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 是什么 哇 这老鹰吧 有没有觉得我们距离 距离上次更新 反过去有 很长一段时间 一个多月 嗯 差不多 之前一直都是龙龙住院嘛 然后他生病了 就只是给大家报一下 当时龙龙住院的一个状态 那个视频其实是 我自己还觉得蛮感人的 我都累流满面了 差不多 有点夸张 其实那个视频是在 嗯 动完手术的那天晚上 嗯 就是突然想一想 好像是很久没有更新 嗯 出完院之后就是 在我还没有好的情况下 我们又在看房子 因为我们的房子 那个房子马上掉到期了 有那段时间 因为我还没太好 所以我们看房子其实 太满累了 还多推了他 对 一天看了两天 就是出去跑啊 然后可能两三天看一套房子 咱两三天看一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 一个人会看房子 坐到两三天 只看一套房子 反正 那一阵子就很多事了 没听出来我的骂你 嗯 我说两个人两三天才看一套房子 我是一天看两三套 你最多的一天 一天看了两套 然后在家还躺了一天 因为太累了 我想说 就是我都没给大家吐槽 他住院也是我们 嗯 在一起的这么长时间 发生的比较 嗯 大的一个事情 感情危机吗 你是 嗯 都和感情没有什么关系 和人品有关系 就是从这个 呃 陪护 住院的这段时间 我已经 来你把那边的东西拿走 慢慢长大 慢慢的 嗯 认清了你 哈哈哈哈 我怎么了你呢 你就是个矫情鬼 你伤了我的人 又伤了我的心 伤了我的人 伤你的人 从何而说 从何而说 就是表面的伤 好 电脑鼻子把歪了 是不是 哎呀 懂的都懂 没有人懂 不懂的就不懂 好了 然后然后心里的伤了 吃药也不好好吃 喝温水也不好 喝吃饭也不好好吃 我觉得这一次 住院其实 对我们两个人来 你干嘛 本来就是说 我就是在听你说 就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成长 因为我们在一起 差不多快六年了 有这么大个训练 需要到对方去在你的什么东西上面去签字 你才可以进行到你这个事情上面 因为当时做手术就是打全麻嘛 然后是必须是需要有家属帮你签字的 当时那个我的组织医生就问我 他说你的那个签字来让谁帮你签 我就说我会全圈为头给他了 然后让他来帮我签字 之后在搬家的时候 刘派派也生病了 就简单来说就是得了一种 类似于抑郁症的这种一种症状 然后还到现在 我们搬家过来可能有半个多月了 而中间上位有一点点好感 一段一段的 但是这个病 医生目前说的是暂时还不需要去吃那种状态的药 就是先在家里想好照顾 看能不能随到的就是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 所以就是可能视频就没有拍那个什么 但是后面慢慢整理好自己 我们的头水跟我哥 这些都不重要 什么鬼 就是我们该办完的也办完了 龙龙的 就是我们该办完的包 就是办完家了呀 我们约定好了 派派现在也还蛮乖的 来宝贝 大家看不到 就算了 对他来一下 就是后面的视频会正常的进行下去 敬请期待吧 也心 也 也心好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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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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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